你要是 你要是用10%然後一直衝 結果你20次的10%都沒有衝過 你們都幹死了 反正也不會有 你如果100次 靠北你的懲罰就是你的鑽子已經沒了 你的珠寶已經沒了 那是最大的懲罰 再來抽一下 你說的是強化嗎? 還好啊 你就頂多損失黑石而已啊 那就很嚴重了 你如果10次都失敗等於說 你砍人家一階 你就算真的強化上去 用到推到那麼高的% 那你也要差不多弄那些 他只是拼那個而已啦 那沒什麼好不好 那你就這樣衝 你從現在開始你就用加 加10%去衝 因為我不會去否定一種做法 我只會說他有 那你敢嗎 你覺得那個風險太大了嗎 我自己有 我不確定欸 因為搞不好成功 真的就是真的很賺 不成功變成人 對 看來今天沒有金了 剩兩次了 700 700個抽完 70抽啊 沒有了 GG了 哈哈 真是好選擇 真是好選擇 嘿嘿 不用在乎單抽了 隨便抽就好了 不用在乎單抽了 隨便抽就好了 真是好選擇 隨便抽就 沒有我還是希望有傳說的 真是好選擇 嘿嘿 真是好選擇 哈哈哈哈 真是好選擇 嘿嘿 在我的想法 我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給小黑吃 所以就還好 金裝喔 可以分身玩阿 準備練分身阿 你有沒有去附魔刻印 沒有 沒有 要去刻阿 你如果累積夠了60個 就去刻一次了 那個很有用 那個等於塞一個珠寶 等於是在塞珠寶的概念 2559 剛剛衝上去真的爽 如果到時候全部加21 又可以再攻擊力再加1 加22又再加3 這樣就加3了 這個加很大 4平的話 4平的話 4平也加很大 重點是4平風險太高了 哇你如果 難怪他們全部等 人家去拿那個綠色加10 因為他這樣就加20 哼哼 綠色加10